健康之路 不仅仅它要能够坚实有力满足我们行走的要求 同时呢它还有像图片上一样 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双腿非常的修长 特别的漂亮 那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拥有这样的一条又健康又美丽的双腿呢 当然就要从宝宝开始做了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来和您说一说这个话题 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重量级的专家 是来自于北京鸡水潭医院的王玉坤教授 掌声欢迎王教授 你好 来让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厂商请到的两位嘉宾 掌声欢迎小鹿姐姐和李珍 欢迎两位 咱们刚才提到这个小孩长起来的时候 都希望他能够这个腿有力一点 这样走起路来才能够更快 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个小孩一开始出生的时候 好像并无人所愿 咱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当你发现这个婴儿腿不直的时候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是包蜡烛包还是绑带把这个腿给它绑直了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绑腿还是顺其自然的 来100位观众给出你们的意见 我觉得小婴儿出生的时候那个腿都不是直的 都是这样子有点胖胖的 有点小完了中间有好大的缝 我见过好多婴儿 真的没有生下来是这样的 直直的都是有点弯对吧 对对对都会有点弯 所以你知道吗 就好多妈妈一看到自己那宝贝就特着急 说完了完了完了 这腿不直 你说将来怎么办 更着急的是奶奶和姥姥 爷爷奶奶 他经验丰富 拿个老看看 这不行 这个要干什么干什么 他们马上就有主意了 就像以前听说过包蜡烛包或者绑腿什么的 所以在奶奶姥姥那辈可能就觉得这样需要绑 但现在去看了很多朋友家刚生下来的新生儿宝宝 没有任何人再给孩子绑起来了 因为大家事先在准妈妈准爸爸阶段都经过了特别详细的学习 大家基本上都知道让孩子顺其自然了 但是你知道吗 作为家长就是看到那个小宝贝腿是这样的 对吧 中间甚至能放一个小皮球的时候 对对对 我们有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就是这样 就是好像想把这个孩子的腿给他捋直一样 但不知道现场的观众会怎么来选择 咱们来看100个观众的调查结果 绝大多数还真有绑的 都是在绑 绝大多数认为是顺其自然和 还是用绑腿来绑直 绑双腿 那到底哪一种方法 是利于孩子的这个腿部的发育的呢 咱们来看看这位答案是 你看就我们发现那个小孩一出生下来的时候 就像李正说的那腿它都是弯的 那你说它长一长该不会长不直 它以后就是这么弯的吧 不会的 因为胎儿在妈妈子宫里的时候 她的位置就是双手双足都是蜷缩的状态 所以她这样的两个小脚就是这样的状态 所以她在出生以后 你所看到的那个双腿的外观 就是一个弯曲的情况 所以我们说小孩既然天生就是这样 那么让她自己顺其自然慢慢的去长 我们的医学上的统计数字 就是她在两岁之前 小孩的腿就是弯曲的 然后到两到四岁 逐渐逐渐的生长 它就会变成一个 类似于X型的状态 那么到四周岁的时候 X型是最大的 最明显的 X型的状态 然后过了四周岁以后 到六周岁 六周岁或七周岁上学了 逐渐逐渐的 这个X型就会减小 变成一个接近成人的双腿的活动 就这事还真不能着急 得等到孩子六岁的时候 也许你腿才能慢慢的长直 所以不是病理状态的 只要她双侧是对称的 小孩活动是好的 就顺其自然点就可以了 甭说是过去 就是现在在咱们国家很多地区 还有很多老人家 会紧紧的裹那个蜡烛包 甚至是绑那个绑带 当然在国外 也有一些地区会是这么做的 那这样的话 真的会有可能对孩子的骨骼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你可能是意想不到的 这个问题我们让何家博士来告诉你 那又听何博士 好的 小鸡 那么现在在我的手里 就有这样一个包着 一个紧紧的蜡烛包的 一个洋娃娃 大家放心 不是真娃娃 真娃娃我们不敢这样包 那么这样包起来 有什么样的坏处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觉得 从小就把它这个 限制手 限制脚 包得紧紧的 那说不定它长大以后 也是缩手缩脚的 这个性格就不好 那大家说 这个我承认了 那对身体有什么损害呢 告诉大家 损害是非常大的 我们把它的这个蜡烛包 给大家解开来看一看 一般来说 我们在包的时候 小孩子的中间 会有一个尿布 如果再加上外面的布 给它使劲一扎 把这两个小腿一竖起来 那么它会形成一个什么呢 让尿布就成为了一个杠杆的支点 然后两个腿一掰 这个宽关节呢 就会往外撇 那现在这个小朋友 看得不清楚 我们用这个骨架的这个模型 来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呢 是我们一个骨盆 还有两边的骨骨 那么如果包蜡烛包的时候啊 中间放上一个尿布 两边使劲一压 大家可以看 它的这个骨骨头啊 这个位置 就有一个向外移动的趋势 而在一个小朋友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关节啊 还没有发育完成 这个关节呢 周围比较软 而且这个韧带的弹性啊 强度啊 都不够 所以如果时间长了之后 它的这个关节啊 是会发生一味的 它可能就会在这个位置 给它限定住 那么如果再等它发育到成年的时候 它的这个关节呢 就可能会出现一些畸形 如果它年纪再大 年纪老的时候 它和其他人相比啊 那么它的这个韧带啊 肌肉啊 就特别容易疲劳 它的骨骼啊 发生这个退行性 这种改变退化的几率 也比其他人要高一些 所以呢 我们告诉大家 那么在小朋友的时候 一定不能够 把它的这个腿 扎得紧紧的 绑成一个蜡烛包 看起来好像 暖暖和和和 挺好看的 其实呢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 就这样抱在手里 有助于 它的身心的发育成长 小鸡 我认为这个提示 真的太重要了 我们作为家长 光看这个美了 光注意这两条腿了 但没想到 你腿得往上捋啊 捋到跨这个位置 如果真的发生病变 那就对一辈子 都有影响了 是吧 对 但是问题很关键啊 这是我没想到 我就觉得它包裹得紧紧的 可能说过早的 让它骨骼定型 然后这样不好 刚才那个何家博士 讲了很多 我就明白了这个 髋关节的这个作用 那我就很担心啊 再比如说我们背孩子 比如说 长时间的给它架 不愿意 不愿意现在都学欧美的 来个那个婴儿背带 往前面背的也行 后面背的也行 完了能解放双手了 父母能干点别的 我可以明确地跟您说 那个背带是可以用的 背带是可以用的 就解放父母的双手 然后让孩子的双腿分开 方宽关节分开 这是有利于小孩 宽关节发育的一种方式 那不会伤害他的这个宽关节 对 你还别说我今天还真带来了一个儿童的背带 这你应该会带吧 对吧 就是这样 然后这样背上 后面扣紧 后面一扣就行了 宝宝就放到胸前了 然后我再借一下这个教授面前的小宝贝 有朝里还有外的 就是把小腿架在这上面 然后手这样还要扛过来 是这样吧 就是这样的 对 也有朝里的 也有朝自己面 对 也有朝自己胸前的 但是你看 如果这样的话 会不会宝宝这胯架得太大了 其实最主要的是适合这个孩子的大小 然后像你说的一样 不要卡在大腿根这块 然后最主要是维持 它两个腿都分开 双方关节的外展 维持外展 就有利于头揪的发育 因为这个时候 头揪的接触面积是最大的 彼此之间相互适应 相互模造 慢慢慢慢地 就会长成一个 接近正常的宽观点 你知道吗 现在好多朝妈朝爸 就把这孩子这样 把俩腿卡在自己的腰上 然后这样拖着屁股 这样出去 这个姿势行吗 可以 这种道法是要有一定的年龄段的 一般就说小孩在四五个月以上 或者半岁以上 对吧 他的头颈部 腰背 胸背部的肌肉力量发育 足以支撑他头的这个位置了 这个时候才可以 你觉得这个姿势不会对孩子的髋关节带来影响 没问题 对髋关节有好处 这样反而有好处 对 好 谢谢朝爸 真的是作为新手爸爸妈妈 我们并不知道 就是说哪些不好的一些行为 或者是器具的使用 真的就会损伤到宝宝的骨骼 尤其是这个髋关节 很重要的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孩子父母 可能说有时候双职工的多 完了请家里 请老人 请月嫂的也多 那可能就是说 那比如说学步车 那他也是 孩子就放上去 是一个悬空的 是一个悬空的 一个这么大三角形的小板上 我很怀疑他是不是也会对孩子的髋关节 会造成影响 不影响髋关节的发育 但是对于小孩 这个走路姿势 习惯 以及他控制自我身体的这种 这个习惯的养成是不好的 因为我们说学步车 就是在学步的时候用的车 对吧 从字面也是这样的 那么学步的时候 就是要去学步 干嘛要给他一个车呢 对吧 所以小孩在学步的时候 实际上人身体 是从一个爬行或蹲居的状态 变成直立的 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 人体在直立的过程中 是有很多很多肌肉参与的 包括有对抗的肌肉 包括有协同的肌肉 包括大脑 在他这些肌肉运动的过程中的 一个复杂的协调过程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精密的 或者逐渐逐渐需要形成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想 在小孩学步的过程中 你就要让他去学步 去这儿去走 而不要用任何的设备或器杰来辅助 但是家长心疼啊 怕这个摔了之后磕了碰了的 还有很多家长 就是会在孩子这个肩下 对 夜下 夜下 这样的 拎着他 像六条狗一样 对吧 就万一摔了就蹲一下 这样一时 家长没成事 这是可以的 因为你肯定 你在他学步的过程中 抓的那个蛋 要精力要集中在孩子身上 对吧 然后把这个蛋放松 让他自己去走 他不摔不会蹬他 对 让他自己去走 让他自己去练习走路 然后他要摔的时候 你拽他 老百姓的一句话 就是不磕不碰 长不大 这意思就是说 在小孩 他生长发育的过程中 要让他去经历 要让他去体会 然后他在经历和体会的过程中 就会养成大脑 对于他的这些运动的控制 然后迅速地让孩子来 达到这种协调的能力 即便磕了碰了 他也知道那是危险 以后才能够尽量地去避免 这肯定是好事 对 但是其实说实话 我刚才听完 何家博士的介绍之后 真的有点担心 因为很多家长是忽视了 孩子的髋关节的健康了 尤其你说 髋关节出问题之后 有什么样的表现 可能很多家长就更不知道了 对吧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问题 还关心这个部位 你觉得哪一项 能够预示着孩子的 髋部发育出现了异常呢 是两侧的臀部不对称 还是双腿不直 还是肚子会凸起 来100位观众 给出您的选择 这个还真是感觉 只能猜猜肚子凸起 对 原来我觉得 没有什么依据 真是猜的 我觉得今天没有见专家之前 没有想到过宽关节 对 即使有 可能我们也不会注意 说谁家的孩子宽关节出问题 该爬会爬 该走会走 对 三番六座什么的 对 还真没注意这个问题 没太注意过 看看大家 现场100位观众的选择 绝大多数的观众认为 是两侧的臀部 如果不对称的话 是有问题的 那到底是不是这个答案呢 稍微等会儿 好 欢迎大家回到 中央第二台的 健康之路节目 既然提到孩子 宽关节如果发育异常 有可能会影响终生 所以我们一定要 好好地关注一下孩子 这个地方怎么样 才意味着发育不正常呢 答案是 王教授 就是在您这个临床 诊治的过程当中 你发现这样的小孩多吗 因为我们刚才调查 这个结果发现 好像身边都没有看到过 这样的小孩 不少一点 就仔细观察 从他小孩呱呱坠地 然后慢慢慢慢长大 在他就是婴幼儿的过程中 实际上他可能在各个年龄 都可能会出现有 臀部的不对称 你要说那个臀部 那个明显大小 那样特别明显也能看出来 我觉得差一点的话 可能也是看不出来 不好看 因为孩子很胖那时候都 小婴儿他皮下脂肪 相对比较丰厚 他皮肤相对比较臃肿 对对对 软组织比较臃肿 有时候他就会出现 那些皮纹 然后可能这一边的 那个皮下脂肪多一点 那边少一点 这边可能就有一些不对称 实际上我们说的臀部不对称 可能包括两个 一个是他屁股 小屁股两个的长得不一样大 然后屁股纹 可能一个高一个低 还有一个是两个大腿的纹 这个是因为这边多出了一个那个纹 对 一个没有 一个非常明显的那种 而且是在身上 这个算重度了 对很重的这种 那这样子会给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他就可能提示这个 宽光节的发育是有问题的 跨骨轴的发育是有问题的 甚至是跨骨轴是完全拖出来的 不在窝里的 就很严重了 他不会自己长一长再长回去 不会自己长回去的 如果他有问题或者甚至都已经完全拖来了 必须要经过治疗 那如果就是家长在这个时候没有及时发现这个问题的话 那就意味着小孩一辈子都会受到影响 一辈子走路都是瘸的 会越来越瘸的 而且到成人的时候会一个是取悦 还有一个会腰痛 宽光节痛甚至是腰痛 真的作为很多家长是会忽视这一点 觉得什么 这蚊不就是胖吗 对吧 顶多就是乃小腿胖的多乃小腿胖的事 米提琳轮胎 因为一般没有家长说给孩子洗澡的时候 我在两边病的一起比较下 更主要的问题是 对于宽光节的这些发育不良也好 火拖也好 如果我们在新生儿的时候就发现 或者是在婴幼儿的时候就发现 那么或者说准确的来讲 六个月六月零之前能发现的话 那么经过我们医生的努力 可以达到一个接近正常的空间 这样一个结果 但如果六月零以上再发现的话 就只能通过一些有闯方式来治疗 包括手术 包括小手术大手术 甚至只能补救性的手术 最好别到那一步 及早的发现 那怎么样观察 通过哪些现象来观察呢 来我们让何博士教给大家具体的做法 有请客家 好的 就像我们刚才专家说到的 早期发现这个小朋友 他的这个宽光节的异常 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今天我们现场呢 就有一位姐姐带着他的小宝宝 也到了我们的现场 现在呢我们就用这个小宝宝来做一个示范 告诉大家怎么来进行检查 有请 他现在几个月了 十一个月 十一个月 相对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检查的时间呢 是略晚一些 最好呢 我们说应该是在半岁之前 也就是六月零之前 好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我们一般来说 是他让他这个仰面 然后让他顺着他这个小脚啊 弯起来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看 他的这个 现在这个有这个小尿布挡住了 其实我们应该先看一看 两边的这个小屁股啊 是不是对称啊 大小是不是一样 形状呢 是不是对称 这个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 他的这个腿纹 看一看 这些皱褶啊 皱的地方 是不是对称的 稍微的给他并起来 好 看一看两个小屁股 然后再看一看这个腿纹 基本上是一致的啊 如果说深浅不一 有一边呢 很浅 有一边很深 那就不太好了 有一边纹路多 有一边纹路少 那么也要引起警惕 另外啊 我们还可以捏着他的这个小脚丫 稍微的给他放一放 看一看两只腿啊 是不是一样长 如果感觉有一边长 有一边短 那么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大的 啊 好啊 让他放松吧 啊 因为小朋友呢 他的这个喜欢动 所以呢 我们顺着他动的时候 我们来检查一下 他的这个髋关节的运动 是不是正常 怎么样检查呢 啊 告诉大家六个方向 首先第一 曲起来 一个曲 一个伸 第二个动作呢 是外展 和内收 抓住他的这个小脚丫 轻轻的 轻轻的 稍微给他 放直一点 好 转住这个腿的位置 轻轻的 注意一定要非常轻 外旋 外旋 和 内旋 好 这几个运动的方向啊 他的这个运动的应该是比较对称的 这样的他的关关节 我们才告诉大家 是比较好的 如果发现两侧的运动的幅度不一致啊 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就需要 如果你自己判断不了 就一定要找这个专业的医生 来听取一些专业的建议了 好了 我们掌声鼓励这位小伙子啊 还有他的妈妈 谢谢你们 谢谢 好了 小金 何博士教给家长们这些做法非常的关键啊 那作为家长应该在家赶紧学一下自我检查的方法 而且真的要是发现问题你不太确定的话 是不是最好还是请专业的医生来判断 对吧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可以把儿童的有问题的宽度不一致 变成一个接近正常的宽度不一致 从2009年6月1号 北京市卫生局正式的开始 对新生儿的宽头位和宽度不一致进行筛查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努力的来推广这个工作 那这个男孩和女孩有没有比例上的差别 就是哪个性别的孩子是更容易得这个髋关节的问题 男孩和女孩的比例是五比一 也就是说女孩是男孩发病率的五倍 如果这是一个女孩皮纹不对称 同时回忆在怀态的时候是臀位 不是头位 是头冲上的 屁股冲下的 是一种臀位的位置 女孩臀位 对 然后皮纹又不对称 一定要早早的到医院来就诊 来筛查 来排除 恨恨恨恨恨恨这种情况 对 而且你看既然您提到说 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这个部位 就是因为他真的是发现不及时出现问题的话 有可能就会影响到孩子一生 就包括他未来的走路的姿势 还有整个的什么身体的状态都会受到影响 对吧 那我们就要看看孩子如果在行走的过程当中 还有哪些警示信号会提示给我们的 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当孩子出现以前哪一种情况的时候 是最需要提高警惕的呢 是偶尔脖形 还是走路 内外八字 还是O型腿呢 来 一百位观众给出你们的选择 最需要 肯定是脖形嘛 我们俩觉得 一脚高一脚低了 我觉得这问题是最需要提高警惕的 我们家那个孩子现在就自己故意 但他一会儿瘸左腿一会儿瘸右腿 就是你能明显看出来他是在玩 但是我就是觉得真的 就孩子在学走路这个孩子 除了内八字就是外八字 没有走直线的孩子 那这样咱们先来看看一百位观众的选择 差不太多 也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认知并不是很明确 那这样我们来看看郭教授提示给大家 孩子出现哪一种步态的时候应该格外紧提 偶尔博士 儿童不会撒谎 他即便说我这段时间想引起你家长的一个什么注意 我要糖豆你不给我 然后我就走路全 我就假装出什么问题 但不会永远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说的偶尔博士 只是说这一段时间 他反复的会出现 对吧 不论什么原因 不论什么境况 他都会出现的这种偶尔博士 对家长来说 看那孩子走路老是这样 或者那八字 或者走路这脚就是点脚的 然后腿就是O型的 当然也很着急 但是在我们的眼里边看 我们更重视偶尔博形 博形意味着孩子出现什么问题 对 因为博形意味着孩子的宽关节 或者膝关节 甚至踝关节是有问题的 因为他会痛或者酸痛不舒服 然后他走路两边就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又伴随有发烧 甚至某一个部位肿起来了 那你一定要到医院来排除一些问题 这个代表的问题可以从轻到重 轻的就是一个小孩扭伤 或者他蹦下多了 软骨受刺激 关节肿脏 造成的滑膜炎 这是比较轻的 相对更重的 比如小孩有雷风湿 或者小孩有软骨的 或者骨头的一些坏死 或者一些病变 所以这些O型 你就要引起家长的重视 击早的到医院来就医 我们强调比如说孩子在盘山学步的时候 他也会跌跌撞撞的 一脚伸一脚浅 那个步行 就是短时间那个步行 和真正由于病所引起的那个步行 家长能看得出来吗 怎么看 小孩步态 一般说到他18个月以后 应该到就是接近正常的一个步态 如果说18个月以上的孩子 这种他走路 说拉胯那样的 或者是他走路 有的时候会画圈 这种情况 总之就是两边的不一样 一个腿显得特别僵硬 特别板 那种情况 我们就管他叫脖腥 对但您看 我们一开始就讲到 其实好多小孩 在这个6岁之后 他那个双腿才能够长直 也就意味着在6岁之前 要么就是X型腿 要么就是O型腿 在2岁之前是O型腿 2到4岁是X型腿 对 然后6岁以后是直 所以这个过程 我们管他叫 小孩生理性的曲线变化 或者说2到4岁的X型 我们管他叫生理性腿 那这会儿的孩子 那就肯定 那就不是那巴子 就是外巴子 对 没有直的小孩 对 一个是O 一个是X吗 像这张图 就是他已经过了两周岁了 对吧 两周岁以后 应该是X型这样的外观 他到过了两周岁以后 仍然是个O型的外观 你就应当引起警惕 尤其像这个孩子 他走路的时候 还有非常明显的内旋 内巴子 要早来就医 那X型腿呢 刚才说2到4岁的孩子 是X型这种状态 但是我们来判断 那种X型 是看他双侧是不是一致 一个是双侧是不是一致 一个是膝关机的活动 膝关机的活动 是不是正常的 还有就是主要看步态 和下肢有没有扭转 这样 你要是想腿长成这样的话 它肯定会影响到走路 我觉得要是真的 这样的家长都得急死了 这种就是他走路会 我们管叫撞漆 膝盖会触碰 撞漆 所以他走起路了 不会很快 而且容易跌倒 治疗的话 现在有什么方法吗 都已经完成这样 我觉得 当然 是不是要挺遭罪的 对 当然像刚才这两个孩子 他都是由骨代谢方面的异常了 那么首先要内科治疗 吃一段时间的药 让他的骨代谢的水平平衡一段时间 达到一段时间的平衡以后 然后我们来做手术 当然这个手术方式 从微闯的小的手术 一直到截骨 把骨头截断 然后用钢板固定 或者用随内针来固定 等等这种大手术的方式都有 根据孩子的严重程度 他发展的情况不一样 选择的治疗方式就不一样 咱就说的轻的吧 要是轻的那个X型托尔O型托尔 咱应该怎么办 作为家长 如果是双色对称的 活动好的 然后没有扭转的这种 顺其自然 它都会长好的 它就是一个正常的 当然前提是 要拍一张X光片 我们要做一些 相应的专业的检查 来排除它这种病理的状态 但你也跟我们说了 就是说小孩 其实在成长的时候 那个腿一开始是 就是O型的 慢慢才会长直 其实它有一个 伸缩变化的过程 对 是吧 那比如说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哪一些外界的刺激 或者不对的一些行为方式 有可能会让那个小O型腿 就真的以后 就变不成直的了 你比如说像 长期的用那个学步车 来学走路 对吧 还有一种 就是让小孩去骑马 骑马太多了 可能也会造成O型 骑马怎么会呢 因为马背 它是这样的一个弧度 然后你在骑马的时候 为了让自己稳定在马背上 会使劲地加持那个马背 像草原上的牧民 对 基本上都是这个O型 对 长此以往 它腿都会变成这样 就比如说要是小孩 现在我们大家都期待说 最好是早说话 早点走 就说明这孩子聪明 那是早点站 或者早点走的话 会不会也影响到孩子 这个小腿的骨骼发育 其实什么事情 它都有它自己的 一个发展变化的规律 对吧 如果你超过这个规律 来想试图影响它 或者是加速某一个阶段 那就是咱们说的 拔苗助长那样 三番六坐 七滚八爬 周会走 对吧 它就是它的变化规律 只要在它这个变化规律 没有超过一个常态的 那种分布的情况的话 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孩子 有一些学舞蹈的小孩 或者学体操的小孩 他们就形成这个习惯 走路的时候就是歪八字 拿小两成的 然后长大了之后 它还是会这样的走路 这个是特别要需要提高警惕吗 当然长期以往 它就形成一种习惯 对吧 那么习惯并不是病态 习惯并不会造成一些 异常的情况 这是我们的大腿骨 这是右侧的大腿骨 这是正面 然后我们看它的侧面 实际上侧面 你把膏 膝关节这地方 放成一个纯侧面的话 看它的近端 它是有一个向前倾的角度的 当然人和人 这个向前倾的角度 是不一样的 如果这个前倾角度特别大 那么它就 这是宽揪的这个窝 它会 鼓鼓头出了这个窝多一些 不稳定了 那么人在走路的时候 为了让它更稳定一点 怎么办 就要转进来一些 转进来看底边 就内悬了 就变成个内八字 所以说我们讲 内八字的人 可能鼓鼓的这个前倾角相对大 外八字的人呢 那可能这个前倾角小 它顶到后头去了 为了让它稳定 它可以再外旋一点 往外转一点 所以内外八字 可能是因为这个鼓鼓的前倾角的大小 可造成的 当然如果特别明显的那种 内八字和外八字 会影响这个宽关节的稳定性 一般的正常人没关系 你讲到内外八字 我就想起我小时候的经历 因为我小时候学舞蹈 经常会走路的时候 也外八字 然后那个时候 我妈就特别的狠 一看到我外八字的时候 就啪上了一巴掌 我就特别长记性 那除了这种家长的 不断的提醒有帮助之外 现在咱们有没有一些好的办法 可以帮助孩子来矫正 这个走路姿势 不太正常的问题 其实反复提醒 让孩子能够通过自我的纠正 来达到最终的目的 这个很重要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让他 带一些特殊的鞋垫 通过改变脚 在负重时的位置 来改变他走路时的姿势 这鞋垫有什么特殊吗 就像这样 然后这个是脚正外八字的 小孩在外八字脚的时候 可以让他带一个 带足弓的这样的鞋垫 让这个脚踩上以后 内翻 向里头翻 这样 通过这种脚位置上的改变 来改变他外八字的这种状态 对于内八字来说 他走路是内旋的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放一个这样的鞋垫 内侧没有 外侧相对是高的 让小孩的脚踩上以后 他内八字踩上以后 向外翻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他的内旋 来纠正内八字 您故意这垫多长时间能给他绑过来 他不是说你垫了鞋垫以后 马上就会改变他走路的一种姿势 所以走路姿势是一种习惯养成 对吧 习惯养成可能会就是经年累月 至少要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 但我发现有一些小孩走路姿势不好吧 是因为他那个鞋不跟脚 就踢了汤郎的 要么就是磕了碰了崴了的 要么就是走路总是那个跌跌撞撞的 或者是内外拉四脚 是不是这个给孩子选一双跟脚的鞋也很关键 一个跟脚的鞋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是说 要那个鞋要看 它有一个足弓 就如果要是这个鞋偏大了 或者是有点挤脚 是不是会对那个小宝贝的脚尾压 也带来一些这种损失 肯定是会有影响的 因为你想人的脚 它脚后跟 还有脚弓 还有前面的脚掌脚趾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 这都是相对固定的 人和人没有太多的差别 所以我们的鞋也是 在设计的时候 也是根据这个脚的形状 大小来设计的 所以你要是这个鞋太大或太小 那肯定跟脚的形状是不适应的 这个时候就会对脚的某一个部位 形成挤压 或者形成一个不好的应力 肯定会影响它的脚的生长发育 对于有些家庭来说 有些家长就说 反正孩子这个脚总归是要长 所以很多家长选鞋的时候 会选大一码的鞋给孩子 但这样的话 您提示给大家 其实有可能会对孩子的 这个足够的发育有影响 对吧 那除了这个鞋的尺码要符合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注意的要点 咱们来看一下 在给孩子选鞋的时候 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您觉得穿哪一种鞋是适合于孩子的脚步发育呢 是皮鞋呢 还是布鞋呢 还是运动鞋呢 来 100位观众给出你们的选择意见 我觉得现在的家长给孩子选鞋 其实选得挺复杂的 一双好的铜鞋 其实不亚于一个成人的一双鞋了 他会首先看这个鞋的鞋底材料是什么做的 它具不具备承担压力的作用 另外一个还要看这个足弓这个位置 是不是有一个凸起 能不能够和孩子这个脚型契合上 然后另外再看面料 是不是透气的 是不是环保一些的 另外一个这个穿鞋嘛 因为小孩子往往不会自己穿鞋鸡蛋的 咱们尽量不要选鸡蛋的 要选搭扣的 那搭扣的选几个搭扣的 它是锁扣呢还是粘扣呢 这还有不同的区别 孩子自从会走路了之后呢 这个鞋就对他来说是特别重要 舒服不舒服影响挺大的 好那咱们看看一百位观众会怎么选这个问题 绝大多数的观众选的是布鞋 哪位观众选的是布鞋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因为布鞋远和 给孩子做鞋 就是做这个布鞋吧 穿的可脚的时候 他远和不板骨骼 他也不板脚 他远和 因为皮鞋他硬 你要说到布鞋 好像以前老人家都是手工做 纳那个千层底 对对对 不像他吸汗吧 他软糊啊 他的央脚 不管大人小事传了都好 那这样咱们等一会儿广告 回来之后告诉您 给孩子选鞋应该怎么样选 好 欢迎大家回到这张电视台的健康之路节目 马上公布答案 到底哪一种鞋更适合孩子的脚不发育呢 答案是 运动鞋 不过你看绝大多数选择的都是布鞋 而且说了那么多布鞋的好处 对吧 我觉得说的也挺在理的 那您这样跟我们说一下 布鞋和运动鞋相比较 运动鞋究竟好在哪 运动鞋刚才说 它是根据小孩的脚的形状 外观还有运动的时候脚的着力点 这些特点来做设计 然后运动鞋往往有一个 或者运动休闲鞋 往往它更着重设计的是这样的一个足弓 足弓 所以有这个足弓 就可以增强小孩 在蹦跳跑的过程中 那种弹性和缓冲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 运动鞋相对是更好的 而布鞋虽然刚才那大姐说 她稀罕 她透气 但是她没有这个 很少有这种足弓设计 她对于小孩在运动过程中 对于弹性或者那种抵抗 那种缓冲是不好的 刚才李征还说 说给孩子选鞋 要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 然后再把小小别套进去 我跟你说 现在你就是孩子小 等孩子一旦有了自主选择权的时候 人家根本就不听你的 人家到那货架子上 哪个漂亮人就拎哪个 尤其是小女孩 你看我跟你说 真的绝大多数小女孩 绝对会选那种特漂亮的小皮鞋 而且穿上绝对不脱下来 就宁可把自己脚都摸起泡了 都不脱下来 你说这个小皮鞋 我觉得现在皮鞋做的也挺软和的 难道说穿穿不行吗 但是您一定要记住 小孩他生性活泼 他一定要去跑 去蹦 去跳 那么他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 皮鞋是不适合的 首先他皮质的或者是格质的 他不透气 毕竟还比较板 比较硬 没有运动鞋来得柔软 更主要的是大多数现在的运动鞋 其实我觉得你看这看那 你就盯住了一个 看他有没有足弓设计 一般来说有足弓设计的鞋 那么他的前后的这些鞋形 鞋圈都是很好的 适合小孩这个年龄段 这个大小小孩的脚 您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个足弓的作用呢 因为人的脚都有内侧纵弓的 内侧纵弓 我们管他叫足弓 其实你仔细看小孩 光脚走路在地上走的时候 他很少是一个全脚掌负重的脚印 往往脚的中间的内侧是空的 这就是说我们正常人 都是有一个脚的内侧纵弓的 而在小小孩 尤其是婴幼儿 因为他骨头比较软 然后韧带的强度差 韧带的弹性也差 所以他往往在内侧纵弓是平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没有一个足弓设计的鞋来长期让他穿 来逐渐逐渐地形成这种足弓的形状和结构的话 他将来就会变成平足 你还真别说我拿这个小皮鞋 虽然外观挺好看的对吧 而且我还说这皮子也不错 这顶是牛筋顶的也挺软和的 但这里头还真没有足弓的设计 对 少了一块 而且牛筋顶你看着软和 他实际上穿上可真的不软和 没弹性 一点弹性都没有 也不减震 他一跑起来就会听着地板塌塌塌那种响声 那他冲击力很大的这小孩跑起来 对 就主要是要想到小孩他这一天里 只要他睁着眼睛 他就是去蹦驱跳去跑着 所以就要为了他这种生性的 天性的这种设计 就要想到他穿的鞋就是为了这些 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真的要给大家提一个醒 要仔细地观察孩子在走路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异常的表现 那如果发现异常的话 应该尽早地去就医了 好 非常感谢王教授和我们现场100位观众 及两位嘉宾 走健康生活 过健康生活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馒头虽不起眼 但在专家的眼里却很有地位 我觉得馒头还是非常健康 非常安全的食品 哪些餐厨美食也和馒头有关